開始錄影 好,首先 先要講資訊安全 那先廢話一下 為什麼要講資訊安全 當然現在資安越來越被人家重視了 另外就是今年 教育部 有出一堆資安外加名額 那特殊選才給的 42個 那就是國立大學 那那個什麼 個人申請也給了蠻多外加名額的 那你們可以用這個 你們可以拿一些資安的經歷去 參加這個 個人申請 而且那些資安真的很厲害的人 早就已經有大學念了 你們各身可以拿一些 資訊安全的 像政大、新大、 台大都有 台大給了十個名額 政大、新大好像是三到五個吧 師大也有給 嗯 那有些學校是特選有 但是個身沒有 像中央跟青大就是這樣 感谢观看 这里有一个资安组的校系 像这间大学也有 实践大学也有五个名额 在台北 看国际大学 15个 19个 23个 26 30 32 37 42 44 49 53 53个资安外加名额 那有 五分之一是台大给的 国立台湾大学 只是你的积分要够高 这个我有去考考上了 那资安是什么 资安就是要保护资讯与资讯系统没有经过授权的进入 使用披露破坏修改检视记录销毁 那就是因为电脑越来越发达大家越来越爱用 那有网络之后大家就可以连到别人网络那坏人就会想要入侵 那除了个人隐私那还有一些就是跟关于财产上面的问题 那个人隐私跟财产这两个东西就是人对于这两个东西就是特别的 就是说在乎吧 如果你把我钱拿走你我当然会很不高兴 那个人隐私如果被曝露了那我也会很不高兴 所以资安就是要保护这些东西 那资安有三个 叫做机密性 资料完整性 还有可用性 这个叫做CIA 那这是什么 机密性就是说我把这东西 加密了之后 我就确保它说隐秘不会被乱用 或是把它锁在一个地方不会被乱用 那资料完整性是说 我把它锁起来之后 可能锁起来是一只猫 那打开了之后会不会变成一只狗 不会 那这个可用性就是这个东西 就是 就是说可能有这个柜子 然后有只猫 然后你确定你关进去跟解锁出来 就是都可以用 这叫做基本原理 那3A是什么 认证 认证就是说我验证你的身份 你所知道的就是密码 或账号这个是最危险的 因为你只要告诉别人 别人也都没有进去 你所拥有的 这个有一点难的 因为这个只要口头上的告知就可以了 然后这是实体的东西 当然实体的东西也会被偷 所以你所拥有的是中等安全 那你所具备是比较安全 就是你拿你的指纹 红膜 声纹 但是你能不能确保你的手指不会被砍下来 这个我不知道 最近在看一些犯罪的电视剧就会看到 什么有坏人 就会说如果你做错的事 你要把你的手指砍下来 那砍下来是不是要拿来加解密啊 我不知道 认证 诶 授权 授权就是我们给你做东西的权限 像我们学校的这个账号 就不能用Python的一个软体叫做Collab Google又有一个Python的软体 但是我没有教你们用 诶 现在有开放了 诶 简单来说 就是 我们有一个Google这个浏览器都有一个智慧镜头 那它可以用这个智慧镜头来搜寻以图搜图 当然这是梗图它找不到 但是 如果用个人账号它可以操作这个功能 但是呢 像如果我们用 我们在这里用这个功能 然后我把这个台大地址把它框起来 你看 你无法存取这个服务 就是我没有被授权 我们学校可能就没有授权 我们使用Google智慧镜头 那一般来说 我们都不会给它 如果你在一个公司里面 你都不会给你的员工太大权限 不然如果商业机密 刚刚你是商业间谍 就把这卖出去就完蛋了 我刚刚打了一个喷嚏 好那就可以继续了 那这里就是记录 什么叫做记录 记录就是 你做什么事你都被记录下来 然后 记录包括量册 监控报告还有记录档案 监控就是监视你做什么 然后报告就是说 你做什么 然后就报告出来 记录档最主要就是说 我看一下我没有记录档 没有这里没有记录档 记录档就是里面都有记录说你电脑连线怎么样 最主要就是连线的东西 然后再来就是说刚刚有讲到 自然的三要素 它会互相牵制 如果你强化机密性的话 完整性跟可用性就会降低 所以越机密的话就越不好用 然后也完整性可能也会被破坏 高可用就是它很好用 但是机密可能就比较不会 蠢的那么安全 然后完整可能也会降低 因为它可能球快吧 所以它的完整就可能有时候会乱算 然后大概就是职安的概论 再也就讲一些常见的东西 社交工程 社交工程是自然最脆弱的一块 就是我这里都已经设好密码 我系统防火墙也确定都没有问题 然后我知道密码 那假如有一个人叫做 有一个人长得很漂亮 然后他就来 你的密码是几号啊 反正就有点像那个间谍电影里面的那个什么 什么美人记 那只要用这个 只要用这一招 搞不好 你的密码就会被泄漏 或是请一个帅哥也可以 反正一张密码就会泄漏 那就叫社交工程 像这里就很多啊 线上聊天电话钓鱼 还有就是我做了一个假的网站 然后 让你输入帐号密码 也有可能 然后同情心啊 就是情绪勒索 像有一个人他就一直情绪勒索我们 那我在此不讲是谁 咳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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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可能就会说 呃 你不给我你的密码 你考上什么学校只是刚好而已 他可能就只会这样子跟你讲而已 这样就是情绪勒索的一种 然后你比较告示范密码 但是你告示范密码 也只能考上中央大学 还是考不上台经教程 像这样子 然后睡觉工程 就有钓鱼啊 乳虫啊 垃圾 恶意软体 大概这样 嗯 嗯 嗯 RUNNY NOSE 好,再來就是講數位簽章 我這樣講會講太快嗎? 再來就是加密 加密是什麼?就是把名文變成密文 那有兩種加密,等一下會講 然後特洛伊木馬是什麼? 特洛伊木馬就是後門城市 就是 特洛伊木馬就是說 以前電腦有很多個端 就是電腦連線上去 其實它有很多個類似港口的東西 一個港口有很多個碼頭 那你把網路弄進電腦裡面 就會產生很多個碼頭 那只要木馬城市 就是你連上某些網站 它可能會故意讓你把這個碼頭打開 然後木馬就送進來了 然後木馬有很多毒 那木馬很會騙人 因為它城市容量很小 所以很難發掘 甚至就會進入一些奇怪或特電網頁 像我小時候的時候 我電腦就不容易裝了木馬 然後就有很多那種很養眼的網站 就一直跳出來 但是 就是很尷尬 就是可能家裡的人看到就會覺得 我 對,本來就是中毒 然後後來電腦就整個不能開了 那最早就是 電子郵件 以前很多病毒都在電子郵件裡面 因為以前電子郵件是 要用Outlook在電腦裡面 那是我出生之前的事情 然後因為你要把檔案拿出來看 你就要下載到電腦本地 嗯 等一下給你們教一下防火牆 最近比較不會有木馬 以前木馬就是 把電腦弄壞 然後發明感覺在那邊炫耀 現在都是用勒索軟體 那防火牆是什麼 防火牆就是 它可能是一種機器 真的機器 就是把外面的那些 油量可能把它過濾掉 那內部也有可能是 像防毒磚體那樣 就是把東西隔離 那最主要的防火牆就是 它可以把內網跟外網 把它隔開 就是 你就想這裡 這裡有一間公司 那公司裡面有很多個電腦 那因為公司裡面電腦要連到 我們所知的網際網路 但是這中間網際網路 可以亂丟東西進來啊 那裡面全部就會壞掉 所以我們就要蓋一個防火牆 那防火牆就可以過濾這邊的風包 因為我有講過說 電腦其實都是把東西變成1跟0 然後裝在風包裡面 然後透過這些網路傳來傳去 那如果有病毒的風包傳到這裡 可能就會被過濾掉了 欸對 我們最近學校有拍賣 完蛋了 等一下 怎麼了 怎麼完蛋了 我本來要給你們看 就是我們學校有 拍賣那個防火牆 那時候我看到這個東西 我就想說完蛋了 這是不得不考的 怎麼這樣吧 下去了 怎麼下去了 怎麼下去了 呵呵呵 你們先讓我冷靜一下 我覺得我媽學時會傳訊息過來 其實我根本就不想去補考這個東西 就讓我冷靜一下 等一下 等一下 可以幫我滑一下 看看有沒有910091嗎 你是幾號 910091 9100 還是911 這樣嗎 沒有好很棒 沒有 你歐巴 陳玉成是學號是幾號 等一下 等一下 你是20號嗎 沒有 你沒有 我是個狠人 這顆好像應該只有被盪吧 欸有四個人欸 不簡單不簡單 沒關係 反正這顆沒什麼 有不起的 反正我現在學期 我選到靜音老師的課 我已經答應靜音老師說我要幫他訓練選手 他應該會給我60分 只要我這兩個學分有拿到 我就可以畢業了 只是我現在要擔心說我媽會不會去看我學校網站 嗯 我隨時掛著手機 那我可能會隨時突然不見 那就請你們見諒一下 代表我要被罵了 先讓我思考一下 好 嗯 嗯 完蛋蛋 沒有耶,這是被當的很少 我不希望自己被發行,我不希望被爸媽知道 人生中第一次進黑榜 以前我們國中有紅榜,那紅榜是表現的好 那在期末後有一個黑榜,黑榜就是要去補考 這寫的更欠奏,祝各位同學寒假快樂 呵呵呵呵 好,我會快樂的 呵呵呵 我在想要不要侵入這個網站 把這個拉下來 或是把它隱藏起來 讓我爸媽看到 我慢慢等訊息 蛤 確實會被叮叮叮叮叮叮 好,再來加密 沒有特洛伊木馬講完 那再講乳蟲 海洋大學今年就考 海洋大學資安組 今天就考 問說 那我聽別人講 我沒有去考 教授就問說 電腦病毒跟乳蟲有什麼不一樣 但是 乳蟲就是說 它可以不用依附在別的城市裡面 就是電腦病毒可能會跟一張 以前有一個很有名的 就是 有一個美女的照片 然後裡面有電腦病毒 那電腦乳蟲就是不用附在城市內 電腦就是乳蟲就在那裡 那它也 以前病毒都是要點開才有用 但是乳蟲使用者不用點開 它就可以自己執行或複製 然後它也不一定會感染 但是會對網路有害 它可以影響網路的效率或浪費頻寬 這個就是乳蟲 有熊貓燒香這很有名 這個是 我不知道 然後什麼叫做蜜罐 就是我 電腦故意設置一個 我故意做一個漏洞 然後讓駭客來 然後駭客來之後 我就把它的 我就把它的IP記錄下來 然後 我就可以記錄駭客在幹嘛 那以前就一個日本人 嗯 就以前這個駭客的始祖 然後 他就去戲弄那個日本的電腦專家 然後偷走他的檔案 結果後來那個日本人很生氣 就故意救了一些漏洞 然後 那個還是就繼續去偷他的東西 然後結果 嗯 日本人就跟蹤他 然後就FBI就來敲門 這人很有名 反正就是 嗯 他是化學家的小孩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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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腦病毒就是能自己複製並且執行 然後 大概就是這樣 你們應該有中過毒吧 電腦病毒主要就是會傳播 然後會隱蔽 因為他很小 所以 很難看得到 如果看得到的話就糟糕了 然後會感染其他人 然後有 不一定有潛伏期 但是有 像 什麼 會有米開朗基羅的生日 或是什麼 一些特別的日子 或是愚人節 他就會爆發 然後可激發就是你要 可能就是你要做什麼事情 然後 他才會發動攻擊 然後表現就是說 他執行之後 他就會向使用者就會想要 讓他一直 跳出那個視窗 這就是表現性 那有一種病毒就是要注意 就是我們每次用 office的時候 他都會說 這網路的東西不要亂開 然後如果更早以前用過 他會告訴你不要用聚集 聚集就是可能可以做一些 重複的程序的東西 那很方便 但是就會有人用聚集 就是把病毒灌在裡面 然後最後電腦就會中毒 給你們看一個東西 我現在很緊張耶 大考中心 如果是我侵入大考中心的網站 我一定會 改我的學測成績 但是 我不會這麼幹 我也做不出來 我會把我數學改成15級 但是我也被紀錄下來 剛剛不是有講說有紀錄嗎 有LOG檔 記錄就叫LOG檔 那我就被紀錄下來 我就糟糕了 那電腦犯罪最主要就是這幾個 利益跟商業競爭 就是跟錢有關 這個比較主要 那報復也是有 像 算了這不要亂講 報復就是 政治目的 政治目的也有可能 那這就是好玩挑戰 感覺是比較像是我會做的 但是我不會去破壞 我會當別人免費的 漏洞 我會免費幫別人抓漏洞 然後最後 他也沒有 他還是不會記得我的 點擊詐欺 廣告詐欺 是最近比較有 最近比較有的 那就是 嗯 我透過點擊這些東西 然後我就可以賺到錢 最近比較多有這個 你們有在網路YouTube看過那個 一個 就是一個 一個人 那個叫什麼 我懷疑這遊戲不單純 應該有看過這個的廣告吧 應該有看過這個的廣告吧 然後這個廣告 我有去看他的註冊在哪裡 他註冊在賽普勒斯 就是 簡單來說就是你每次歷史課本 看到基督教的時候就會有一個 那個 耶穌的徒弟跑去那邊 就是傳道 那現在賽普勒斯在打內戰 那賽普勒斯就是一個 避稅的地方 然後他把這個珠色那邊滴 就是感覺就有問題了 再來這遊戲 這遊戲我記得從我國中 這個廣告就一直在了 這遊戲看起來就很無聊 然後但是 這遊戲看起來很無聊 但是為什麼他廣告可以一直存活三年 一定有問題 我猜這應該是有什麼點擊的 東西在裡面 或是他有 暗藏一些挖礦程式 我一直懷疑這個件事 不然這遊戲看起來那麼無聊 感覺撐不到三年了 而且他還可以在YouTube上投廣告耶 而且常常看得到 挖礦程式是啥? 挖礦程式是啥? 就是比特幣 他用這個名義 然後裡面有暗置執行 挖比特幣的程式 我一直有懷疑這件事 哦 我一直覺得這東西有問題 但是我怕講錯會被滅口 是不是 那個遊戲看起來很有問題 而且你可以一直常常看它的廣告 而且它可以撐很久 但是那遊戲看起來就是 沒辦法玩得久的那種 那最近最著名的就是那個台大網站被攻擊 那是我的學校 國立台灣大學被攻擊 背景好鬆喔 如果是我的話 我會怎麼反擊 而且他那個被擋到了 我覺得他挑的位置不好 如果是我我會怎麼反擊 我會把它改成那個 世界上只有一個中華民國 不是我會把那個中國旁邊附入這個 讓他們升七七 是那個下面那個有國旗的那個嗎 所以我把它改成那個 讓他們升七七 是個狠的 我看一下訊息 好我們還沒知道 後門 後門就是軟體開發的時候啊 我是開發者 然後我把這個軟體封裝好了 但是我留一個後門就是說 因為每次封裝可能那些過程都要花很久 那我開個後門我隨時都可以進去修理 但是重點是如果 駭客如果被知道有後門的話 駭客如果知道有後門的話 駭客如果知道後門的話 他就可以用這後門進入 有裝這軟體的裡面 點擊劫持 我剛才有講的 有很無聊的遊戲 我剛才有講的 反對軟體這個經典 我已經重講過了 勒索軟體 勒索軟體 勒索軟體就是 俄羅斯還有各自全世界 公認最厲害的 那他是不是有收補丁的錢 我不知道 那勒索軟體本來在俄羅斯境內盛行 其實他就會一直跟你說 如果我把你的東西加密 然後如果你不給我錢的話 你的東西 我就永遠不幫你解密了 那WannaCry就是最主要的 俄羅斯境內 可能俄羅斯因為錢也比較少 所以才把他喊到全世界 然後入侵檢測系統就是 他可能是一個 像反火牆實體裝置 或是一個軟體 然後他就會 他就會 他就會 他就會看到內部有在做什麼事情 然後我們就可以 用邏輯上的一些設定來做一些事情 那 邏輯上就會顯示說 假如我不能亂連一些奇怪網站之類的 然後 他就可以把它鎖住 有點類似反火牆 只是他還可以入侵檢測 因為假如我入侵學校的網站 那他就會檢測出來 然後他就會 他就會 他就會不讓我 他就會不讓我 他就會不讓我進去 他會不會 這些我主要在面試問你的東西 像今年台大就考 等下再給你們看 像今年台大就考了兩題定義題 就有點像研究所考試一樣 爛發電子訊息就是你們都有經歷過這個就不講了 多重驗證要素就是說我可能有密碼了之後我還要指紋這樣才能進得去 像美國總統要發射核彈每次電影裡面都會演說他要按密碼然後還要指紋然後還要打電話給什麼軍方人員 可能發射核彈 像這就是多重要素驗證 那主段服務攻擊叫做DOS 那就是我們就是貢獻別人的電腦然後用那些電腦對特定的目標就是傳一堆沒有用的要求 就是其實我們電腦都是怎麼樣前幾天有講過 就是我們連上這個網站之後我們連上Google我們跟Google說我們要求一個東西 那我們傳出這要求之後Google如果同意的話就會給我們看這個網站 然後這些要求都是透過封包來傳的 那這要求就有什麼GET啊還有什麼 就是我們就會有這些要求然後他把它變成一串城市嘛然後再從我們這邊內顯出來 這叫做要求 那主段攻擊就是我們一直對他發出要求 然後頻寬就會 他們的頻寬可能就會用掉了 然後支援消耗就是我們一直讓他進行運算然後就會毀掉 然後還有一種叫Buffer Overflow等下會講 Buffer Overflow比較進階 那就有一種叫DDOS DDOS就是用網路攻擊 那我這個是私人的秘密 我寫 烏克蘭他們有一個東西 他們被俄羅斯入侵之後有 就叫大家去幫助他們 然後攻擊俄羅斯的網站 然後他們每天都會給你目標 然後叫你工賞他們 然後他們有一個工具 然後那個工具你是要透過 像 他們那個工具你要打指令不好用 所以最後呢 我就自己幫他們做了一個 那個 那個什麼 視窗軟體 然後你就可以用這個攻擊俄羅斯 加入他們 那就叫DDOS 那還有另外一種就是我們 風包在傳的時候 我們就竊聽監聽這些風包 然後就可以知道在幹嘛 哦 完蛋了 等我一下 我媽傳訊息來了 已定了 哼哼哼哼哼 嗯 那兩絕分沒差啦 你們還在線上嗎 要安慰我一下嗎 哼哼哼哼哼 還在啊 雷之彥的祝福 確實啊 我還要解釋一下耶 發生什麼事 反正沒差了啦 走到大學了 走到大學了 哼哼哼哼哼 兩學分有什麼了不起嗎 拿著這兩學分有什麼好嗎 沒有 學分不是只要打標就可以了 我現在是148 那只要150就可以畢業了 嗯 反正我媽隨時都在看我們學校網站 嗯 我討厭書心 他把我當了 他會希望你自己把自己當掉 走這兩學分還是可以逼耶 我記得我媽以前都一直跟我講說 他以前大師的時候有修資訊計算機概論 反正就是我們現在電腦課的意思 然後就說他被 然後他就說他去考研究所 然後 他們全班都去考研究所 然後結果電腦課期末考沒有考 然後他說後來電腦是很生氣 把他們全班都當掉 然後我媽就說可是我學分夠學 我還是可以畢業 那我今天也這樣跟他講好 我學分夠我可以畢業 好 完成 對就要開始講一些比較 休息10分鐘好了 等一下10點回來 好 好 好 請開始 喔 好 好 好 來 坐 個 chorus 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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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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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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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性 感性 感谢观看 感性 感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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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性 感谢观看 感性 超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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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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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